这绝对是2023开年最值得一看的惊悚灾难大片 本片不但重心云集 剧情也是好看到爆 那么显言少叙话不多说 亚马逊惊悚剧集钻井正片现在开始 故事在苏格兰海岸危险海域的石油钻井平台上展开 本钻井平台名为金洛克壁区 今天本该是船员们返回大陆的日子 但老大马格却突然紧急召开了一次会议 那就是他们所有人回家的日子都延期了 理由则是北部的金洛克可以去 现在已经停电了 老船员贺顿听后直接挤了 丝毫不顾及老大的面子 马格表示具体返家日期还不清楚 可是话音刚落 钻井平台的电力系统就出现了问题 马格说这并不是演习 所以现在他们最好穿上工作服 然后马上去集合点集合 很快船员们就来到了集合点 平台在此期间也启用了备用电力系统 而老船员阿尔文走在两井之间的连接桥时 却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不远处的C区平台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然而就在他一脸懵逼之际 他手握的铁栏杆也发生了剧烈的颤动 他立马朝着另一钻井狂奔而去 这边马格等人也看见了C区的状况 他们尝试用无线电联络对方 但却得不到任何回忆 这边阿尔文已经来到了控制室内 他向马格汇报了实际情况 钻井系统已经发出了高压警报 钻井系统瞬间停止了工作 而C区的大火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高管罗斯觉得马格的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 马格表示你想挑战极限没有问题 但这里还轮不到你来对我指手画脚 罗斯直接被怼得哑口无言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 却没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整个钻井平台很快就再次发生了剧烈的颤动 所有人都被吓得立即抓住了身边的难关 一动都不敢动 不知过了多久震动才慢慢停止 马格意识到这次的状况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他突然就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的正前方赫然出现了一大片厚厚的浓雾 很快浓雾就以着极其诡异的姿态笼罩了整片海 为了能与外界取得联系 维修组长富尔默与副组长巴兹决定去检查一下外界天线 当巴兹爬到一半时 他就听到了一阵极其诡异的声音 他想问富尔默有没有听到 可是无论他怎么叫他的名字都没有得到回应 农雾的可见度极低 他根本就看不见富尔默的身影 无奈 他只好继续向上爬去 可下一秒 原来是海鸥在作祟 这时富尔默也爬了上来 于是在他的催促下 两人便爬到了塔顶 经过检查发现外界天线并无任何异常 两人临下去时巴兹不小心弄掉了设备 富尔默没有在意 而是先行爬了下去 可是巴兹在捡设备时却并没有注意到 一只海鸥正奄奄一息地躺在一边 与此同时 高管罗斯也从系统中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失联的钻井平台不单单只有他们 而是整片海域的钻井平台皆是如此 这边马格和贺顿正在聊着家常 突然上方传来的阵阵撞击声 就在下一秒 摔下来之人正是后下来的维修副组长巴兹 富尔默见状自责不已 不过好在经过一番紧急抢救后 他们终于把巴兹从死神的身边拉了回来 但他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除非有直升机能够来接他 并把他送进医院救治 但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巴兹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死局当中 贺顿气愤不已 因为他觉得马格根本就不该派巴兹上去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救了的时候 巴兹却突然惊醒 他从冲血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他从未见过的画面 这边贺顿怒气冲冲地走进了马格的办公室 他对马格上去就是一顿不讲理的粗言怒语 马格不想跟这位老船员一般见识便走出了办公室 也就是在此时 贺顿从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个关于金洛克壁区故为人知的秘密 很快贺顿就召集了所有人 他对众人说老大马格从始至终都在骗他们 并不是因为直升机要率先撤离K区的船员 而是这时老大马格走了过来 马格让他不要再煽风点火 可是贺顿却并不想就此罢休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了一纸文件 马格只好无奈地走上去 他也终于向众人讲述了事情 上面要抛弃整片海域的所有钻记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 马格哽咽地说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带他们安全回家 谁知话音刚落 天空中就下起了灰烬雨 就在此时 已经摔成重伤的巴兹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后 他仿佛已经知道了一切一般 众人来不及多想此话何意 因为现在当务之急是保住巴兹的响 可是等他回到医务室的时候 他却又表示并不记得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他只知道他现在脑子里充斥着一种噪音 并且在信号塔上他看见了一样东西 听了这话 医护凯特心有余悸地问罗斯 我们不会真的有危险吧 罗斯很肯定地让他放宽心 因为这个平台的高度能应对的最大浪高 高于所有海域浪高的记录 凯特听后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见两人离取 巴兹扯开了手臂上的沙巴 一块血淋淋的伤口赫然映入眼帘 这边休息室的人们因为即将失业的事情 皆是忧心忡忡 这时船员列克发现外面有灯光正在不断闪烁 阿尔文定睛一看 这是海面上的备用船正在向他们发送信号 阿尔文立即决定让列克去上面 记录对方想要传递的内容 而他则负责去通知老大马格 很快列克就来到了平台的停机坪上 他看着备用船发送出的信号 用记号笔记下了所有内容 随后他将对方传递的信息告知了邓文 邓文建议大家撤离到备用船上去 可是罗斯却认为在平台上 远比在船上安全得多 这次老大马格认同了他的提议 这边巴兹发生了一件无比诡异的事情 那就是原本已经摔得稀烂的眼睛 竟然神奇地恢复如初 而他手臂上血淋淋的伤口也已消失不见 就连他自己都懵逼不已 当他看见自己充满血丝的眼睛后 竟然再次看到了那诡异的海中景象 随后他吃力地走进了一个房间 当他看见整个钻井平台平面图上的集合点后 他立马感觉到牙龄处剧痛无比 下一秒他就咳出了一滩黑血 紧接着一个金色的后槽牙 就从他的口腔内吐了出来 从亭基屏上下来的列克茨 实已是满身灰烬 他回到房间后想要洗个澡冲洗一下 可是他脱下衣服时 一滩黑色液体却突然射到了墙上 他赶紧看向肩膀处 惊奇地发现赔了他二十几年的纹身 竟然自己脱落 就在他想要将其冲洗下去时 却又一次地发生了无比诡异的影 因为他的手掌上面全都是血 他一脸懵逼 很快他胸前的纹身也开始脱落 紧接着他全身上下剧痛无比 没过一会儿他就开始蹊跷流血 就这样直指死亡 这边发现巴兹已经不见了 踪影部凯特将情况告诉了两位领导 马格赶紧查看平台内的监控系统 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找见 因为此时的巴兹正躲在一个房间内画着圈圈 阿尔文见到他后感到无比吃惊 因为正常人在摔得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好起来的 他说他看见外面有东西 光里也有东西 突然一个诡异的景象再次闪现在脑海当中 接着他赶紧慌张地逃离了这里 画面一转 船员西瑟来给列克送饭 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他便走了进去 当他看见地上的尸体后 直接就被吓得连连后退 凯特怀疑他的死可能与灰烬鱼有着直接关系 于是罗斯便开始对灰烬样本做起了研究 此时富尔默和阿尔文正在一边巡视舱外状况 一边寻找巴兹 富尔默在关闭篮子舱门时一不小心就划伤了手掌 但身为一个爷们的他对此也并未太在意 阿尔文表示不知怎么 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不得不说他的预感真的很准 因为赫顿已经偷偷地将进舱之门卡住了 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就是想要为自己发送SOS信号争取一些时间 很快富尔默二人就发现了情况 备用船在看见信号后立即朝着钻井平台全速前进 两人见状想要进舱制止 可奈何舱门根本就打不开 就在这时 富尔默发现灰烬雨已经停止了 阿尔文让富尔默留在这里叫门 而他则却想别的办法 没过一会儿富尔默的声音就引来了老大马罗 赫顿的闹剧这才得以制止 但是备用船的事情却成为了一个隐患 因为浓物如此之大 备用船撞击平台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 现在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与此同时外面的阿尔文再次看到了巴兹的声音 他想要带着巴兹回到舱内 但巴兹根本就不听 他说他要在这里等他 阿尔文觉得这孩子一定是拴傻了 于是他决定以粗暴的方式将其带回舱内 谁知下一秒巴兹就将他推到了南杆上 他就像拥有了某种超自然能力一样 很快阿尔文就被掐得口吐海水 接着便瘫倒在了地上 这时备用船也驶了过来 巴兹见状赶紧跑开 邓文冒着生命危险将阿尔文拖到林旁 大船撞平台的戏码没有发生 危机关头他掉转的方向 但阿尔文却没能躲过这一劫 无论马格怎么抢救 他都已经回不来了 马格伤心不已 一天之内死了俩 这哥谁谁受得了 这边罗斯终于有所发现 他将一滴清水滴到灰烬样本中 很快灰烬微分子就动了起来 他灵机一动 如果他遇到血液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于是他便在拇指上扎了一个小口 将血液滴到了灰烬样本上 果然这次灰烬分子就活跃得更加明显了 此时马格正在暗自神伤 这时罗斯走了过来 罗斯听后很难过 在安慰了一阵马格后 他便向他讲述了他的发现 罗斯认为单单只是接触 他应该没有传染性 但如果长时间暴露其中 并大量吸入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被感染 还有一种途径 那就是如果有外伤的话 也有可能被感染 眼下只有一种猜想能够解释得通 那就是寄生虫在寻找身体健康的宿主 如果被感染者患有严重的身体疾病的话 那寄生虫就会排斥这具身体 而暴毙而亡的列克 则恰巧患有极度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 为了防止其他船员被感染 他们可以抽取所有船员身上的血液样本 然后再将这些样本 与巴兹的血液样本进行混合 马格听后也觉得此方法可行 他决定让罗斯放手去走 这边富尔默正走在舱内的走廊中 他注意到医务室的门口散落着两张A4纸 他走近一看 近看见杀人凶手巴兹正在里面找着什么东西 他见状立马叫出了他的名字 巴兹直接被吓了一大条 富尔默让他千万要保持冷静 不要再做傻事了 巴兹表示他也不想这样 但他没有办法 他脑海中的声音一直都在操控着他 巴兹没有回答 而是下意识地看向了富尔默划伤的手掌 这时罗斯突然走了进来 罗斯见到巴兹将他的血液样本揣进怀中时 直接慌了 他想要劝其归还 可巴兹听后却立马化身为 一头脱缰的野力撒鸭子就撩走了 罗斯认为他们必须将其追回来 可是却被富尔默制止 就连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开始在下意识地帮助巴兹了 此时巴兹已经来到了一根巨注前 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血液样本献计给了大海 老大马格在得知了巴兹拿走了他的样本 后显得有些生气 他质问富尔默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联系他们 如果不能对每个人进行测试 那就必须隔离最有可能感染的病例 富尔默听后立马会议 虽然马格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他并不知道 已经注定了的结果是无法被强行改变的 为了找回巴兹拥有他的血液样本 马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马格和邓文二人决定让众人清理平台上所有的灰烬 这样的话就会减小被感染的可能性 而在清理灰尘的同时 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要想办法找到巴兹并将其带回舱内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找到他 但他却不想回来怎么办呢 对此马格的态度很强硬 很快整座平台就开启了雨林消杀系统 所有船员也都出现在了平台的各个角落 此时巴兹正躲在一个油仓内对着石油做法 他手掌划过之处 立即就出现了一片若隐若现的绿色斑点 很快绿色斑点就以着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生长 这边的螺丝再次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核化石是在这里第一次勘察室挖掘的 而这个核化石上的包子与灰烬中的包子简直如出一辙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个核化石的诞生期还要追溯到二叠季末期 也就是三亿年前 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他们所处的油田位置刚好源于二叠季 这边巴兹正在看着绿色斑点生长的时候 船员加罗打开舱门走了进来 巴兹赶紧躲了起来 很快加罗就看见了油箱中无比诡异的影 就在他想要呼叫同伴的时候 巴兹动了 很快惨叫声就吸引来了贺顿和邓文二人 他表示自己刚刚被巴兹偷袭了 说完他就吐出了一口老血 就在这时连接着钻井平台的海底深处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 紧接着整个平台就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短短两天之内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很快贺顿就看见油箱中长满了绿植 此时邓文也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加罗正在紧握着满是鲜血的手掌 他手掌中攥着的正是一颗被自己吐出来的后槽牙 还没等邓文缓过沈加罗就动了 就在这时钻井平台的火炬也瞬间熄 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易燃气体 震动结束时西色已经和伙伴们走散了 他壮着胆子走进了一个满是绿植的工作舱中 而巴兹也赫然在内 西色让他不要再伤害他人了 巴兹表示他这么做其实是在保护他们所有人 话音刚落 巴兹突然产生了浑身不适感 一种关于海底的景象也再次浮现在脑海当中 西色求他不要再说这种胡话了 赶快跟他回去吧 可是下一秒他就看见了已经被感染了的加罗 西色见状连连后退 关键时刻赫顿的声音传了过来 西色也就此得救 但平台的危险还尚未解除 因为火炬的点火系统已经失灵了 如果火炬不及时点燃的话 那从中迸发出的气体一旦出现冷饮水倒灌的情况的话 那整座平台都会发生大爆炸 他们瞬间就会化为一缕缕飞灰 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手动将其重新点燃 就在众人为谁来做这个点火人而发愁的时候 傅尔默说话了 随后一行人便出现在了室外 马格交给了他一把点火枪 伴随着起重机的启动 傅尔默便小心翼翼地走上去 所有人都在为他捏一把汗 起重机停止运行后 傅尔默也跟着停了下来 他举起双臂后又缓缓放下 因为他知道这个距离还远远不够 于是他便解开了保命的安全法 不光是贺顿 所有人见状都懵逼不已 他心意一决 想要左右他的决定根本不可能 等他走到他认为可以逃生的安全距离后 他便说了这样一句话 然后 火炬被成功点燃 马格第一时间跑到跟前扑灭了他后背上的火焰 可一个小时后他就骂骂咧咧地坐了起来 如此快的自愈能力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此时医疗室外罗斯三人正在聊着天 他听到后立马穿好衣服敲声走到了门口 听见凯特怀孕了西色和罗斯皆是一脸懵逼 很明显 马格并不知道 因为他觉得这孩子本来就不应该由他来怀 而是应该由凯特的妻子凯西来怀 但奈何他又怀不上 现在恐惧已经完全占据了凯特的内心 如果平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远在大陆的凯西不光会失去他的伴侣 还会失去他的孩子 罗斯安慰他一定不会发生这种意外的 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去休息休息 谁知他刚要离开 就看见了躲在一旁偷听的富尔默 随后三人来到实验室一起 对巴兹的身体变化进行了分析 最终罗斯说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那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一切或许和二叠纪时期的某种生物脱不了干系 他没有灭绝 而是幸存了下来 而巴兹这个矛盾体则成为了他的守护者 对于罗斯的猜想富尔默显的心不在焉 因为他一直在下意识的在白纸上画着圈圈 这与当时巴兹画的圈圈一模一样 这时广播内突然响起了马格的声音 马格叫他们立即去一趟控制室 来了之后才知道 现在连接海床的管道压力过高 如果不及时解决那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马格怀疑这是巴兹和加罗的杰作时 他就看见此时巴兹正在机房内寻找着打开井喷的按钮 等到他将其全部打开后 井喷军立马发出了压力过大的警报 如果再不制止的话 这种巨大的压力一定会杀死平台上的所有人 现在巴兹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人 想要靠近他并阻止他那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 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是好之际 罗斯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要向深海中发送配备有圆准器的遥控无人在聚 然后再将阀门关闭 这样他就不能从顶部打开了 看来眼下或许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 很快圆准器就被投入到大海之中 当他们看见深海里面的景象时直接就被惊到 尤其是富尔默 他们这才意识到 深海中的井喷已经爆发了 很快在胖子伊斯特的操作下 他们便成功地关闭了阀门 这时西瑟意识到 或许这才是巴兹的最终目的呢 事实真的被他猜中了 因为这的确是巴兹二人的真正用意 他看起来是在搞破坏 可实则却是在默默地保护着平台上的所有人 因为他能感受到 如果不及时将海底阀门关闭的话 那他们距离灾难就会越来越近 然而就在二人以为他们已经暂时性地阻止了他的攻击时 他们却再次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因为他们两个都不会操作这个系统 于是巴兹便想到了一个人 此时富尔默正看着海中的圆圈若有所思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伊斯特拿出手机一看 卧槽 竟然有信号了 一瞬间所有人仿佛都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马格赶紧联系起了海岸警卫队 凯特也给凯西打去了视频电话报了平安 凯西说他急坏了 但公司却告诉他钻井平台一切都很好 凯特听后感到很奇怪 于是他告诉凯西帮忙联系救援队 凯西刚要说些什么 他室内的灯光就开始不断闪烁 接着他拉开窗户 一段似曾相识的画面就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凯特瞬间慌张无比 就在这时 信号却突然断掉了 与此同时马格正在联系海岸警卫队请求救援 但对方却始终默不作伤 这边巴兹正在尝试通过绿植与富尔默取得联络 而此时富尔默已是一脸懵逼 因为他发现自己也拥有了自愈能力 突然伊斯特走了进来 他只好强装镇定 可下一秒巴兹的声音却突然凭空出现 疯吗 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找借口跑开了 很快他就光着膀子出现在了厕所 他看着已经快痊愈的烧伤震惊不已 他揭开手腕处的纱布 发现那个伤口已然消失不见 这边巴兹做法完毕 他转过身对加罗说道 马格将所有人都聚集到了一起 他表示海岸警卫队没有确认前来救援 所以他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向彼此的家人 发出求救信号 有些人认为上面已经将他们抛弃 有些人还对上面抱有一丝希望 当凯特将他和凯西之间的事情说出后 所有人心中仅存的一丝希望 也瞬间化为虚无 赫顿认为这里发生的一切 或许就是上面人为操纵的 赫顿和凯特二人越说越激动 差点就大打出手 细色见状赶紧说出了凯特已经怀了孕的事情 赫顿惊愕不已 现场也瞬间变得安静无比 马格听后先是一脸懵逼 接着就是一顿批评叫 凯特脸上挂不住 赶紧跑开了 马格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马格终于还是绷不住了 他真的是一个好领导 但面对现在的这种困境 他却无计可施 此时跑到外面的凯特正在掩面哭泣 下一秒他就看见下面走过去一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富尔默 只见他打开铁门 朝着巴兹二人所在的生产模块的方向走了过去 无论凯特怎么叫他的名字 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凯特赶紧追了上去 但却为时已晚 就在众人为如何逃离这里而发愁的时候 事情似乎又出现了转机 因为他们注意到此时海面上阵飘着一艘救生船 他们还傻傻地以为是上面来救他们了 谁知他们竟然迎来了一位心狠手辣且不择手段的老祖宗 罗斯说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需要先对他们进行血液检测 胖子听后直接亮出了他的工作证 他表示自己是总公司派来的大卫科克 他现在要立刻马上去控制时一趟 随后伊斯特看见了一位老熟人 不难看出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并不一般 控制室内 罗斯问科克C区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克显得很神秘 只说他在研究一个秘密项目 随后很想知道一切的罗斯问了科克很多问题 但科克的回答却只有一个 他总是感觉这个科克有点奇怪 甚至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马德叫他不要多想 他们可以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晚饭时间 赫顿邓林和厨师莫奇三个老船员正在为回家之路想办法 最终三人彼此对视 似乎是达成了某种一致 此时科克偷偷溜进了马格的办公室 他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这时马格走进了控制室 他见状赶紧若无其事地关上了抽屉 两个陌生人握手相互介绍 当马格询问C区的德里克有没有活下来时 科克明显一愣 科克表示在爆炸发生前 他就被召回到了大陆 不难看出他并不认识C区的头 这边罗斯看着富尔默化的圆圈眉头紧锁 他想不通这个圆圈究竟代表着什么 意识到这个圆圈代表着生命的兴起和衰落 这时马格和科克也走了进来 每个圆圈之间的间隙 都符合五个主要的大规模灭绝事件的时间 说到这里死胖子的脸都绿了 听到这里死胖子说话了 他说C区的灾难就是这样引起的 他表示这是由被感染的人一手造成的 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所以他现在需要派人到生产模块 将八字二人解决掉 马格听后第一个不同意 见他态度如此强硬 他便转身离开了 但他不可能就此放弃 他当初来贺顿二人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科克灵机一动 想回家就跟我聊聊 两人四目相对 他怎么知道咱们要找他说这个 于是科克便向眼前的三人传授了教议 如果按照我说的做 我就会保你们安然无恙 回家心切的他们就这样相信了他的鬼话 这边的富尔默已经来到了生产模块中 富尔默问八字到底在做什么 只听八字说了这样一句话 按照科克的吩咐 三位老船员已经穿好防护服来到了一个集装箱处 他们输入密码 打开大门 紧接着一罐罐不知装有什么气体的罐子赫然映入眼帘 与此同时 科克已经走进了控制室 他找借口支走了工作人员 然后他便迅速地开启了整个平台的灭火系统 此时贺顿几人已经来到了生产模块区 当他们的脚丫子踩到绿植时 八字这边立马就有了感应 他知道有人来了 于是他便让加罗前去查看一番 很快贺顿等人就找到了灭火系统 他毫不犹豫地将拿到的未知器提倒了进去 他们戴上氧气面罩 然后 气体瞬间就从灭火系统中排了出来 很快八字和富尔默二人就感受到了 空气中的包子活力正在迅速减弱 贺顿三人正要离开时 加罗却出现了 他看着灭火系统一脸懵逼 就在贺顿叫他让开的时候 加罗一口老血就吐到了他的面罩上 邓灵这才意识到他们被骗了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其放倒 而是要杀了被感染者 贺顿见状提议赶紧离开 可邓灵却并不想丢下加罗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加罗已经被堵死了 他只好选择离开这里 很快贺顿和莫奇就逃了出来 死胖子见状赶紧关闭了外门 邓灵就这样被残忍地关在了里面 此时他氧气瓶中的氧气也已消耗殆尽 很快他就在无尽的绝望中中毒身亡 此时富尔默已经看见了已经凉透了的加罗 还没来得及难过 他就看见眼前的绿植正在迅速枯萎 就在他想要关闭灭火系统闸门时 他便也中毒倒在了地上 巴兹的情况也几乎与他 也就是在他倒下去的一瞬间 海底中象征着现世代的圆环也随之封闭 这也就意味着 一场大灾难已然降临 事情发生后 马格打开了外门关闭了防火系统 罗斯也穿着防护服走进了生产模块中 他必须要救回富尔默 可是此时的富尔默却已经不省人事 他想要拖着他离开这里 奈何力气太小 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就在他以为富尔默已经没救了的时候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已经枯萎的绿植 突然间开始有了新的生计 空气中的包子也将他们围在了中间 这时富尔默的眼睛突然就动了一下 等他醒来时 绿植也再次变得茂盛异常 不难看出 想要以这种方式杀掉他 或者杀掉他的守护者显然是行不通的 柯克也并不知道 他这种愚蠢的做法 将会给苏格兰的人们带来多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 巴兹也突然活了过来 但加罗就没那么好命了 因为他不是天选之人 这是他没有被复活的唯一解释 富尔默被救出后 马格决定和柯克好好算算这笔账 他们必须要撬开他的那张臭嘴 时间回到金洛克C区 当时哈里什发现 游警压力过高后 第一时间告知了柯克 他建议赶紧关闭游警 否则一定会发生大爆炸 但柯克却一意孤行 他表示压力一定会降下来的 殊不知发生爆炸 正是他想要达到的效果 他本以为这样做会杀掉海底的怪物 但这也仅仅是他的异想天开罢 以上就是C区发生爆炸的真正原因 他的一意孤行杀掉了C区很多很多人 在逃上救生艇后 他们本可以再多等一会儿救下更多人 但柯克却第一时间把船开走了 随后柯克也接受了马格的审问 当被问到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事 柯克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尽可能的榨干游警里的最后一滴油 柯克表示这并不是实验 而是一次消灭行动 原来总部早就知道海底中有它的存在 他们甚至将其取名为师祖 但是却始终都没有取得关键性进展 这也是总部为何要抛弃整天海域 并退役所有员工的真正原因 随后马格将柯克所说告知了罗斯 现在唯一能阻止始祖袭击内陆的方法 就是要在他变得过于强大之前 彻底的将气摧毁 对于这一说法罗斯并不认同 因为他知道始祖是杀不死的 他认为始祖是有感情的 所以他们决定去倾听始祖的声音 或许这样还能有一丝希望 于是富尔莫便试图与始祖取得联系 果然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始祖的存在 并且从中看到了始祖彻底发怒的画面 马格认为他们必须要想办法阻止这场灾难 而守护者巴兹或许会成为这场灾难的转折点 于是他们决定去找回巴兹 然后再一起想办法 很快一行三人就朝着生产模块中走了进去 就在这时 死胖子苛刻又开始左腰了 他找到哈里什威胁道 如果你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 那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 哈里什一听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他再次支走了两名工作人员 然后他便说出了他的计划 原来直升机已经在来这接他们的路上 只不过他们要在临走之前再做一件事情 此时巴兹正站在那里发着呆 三人想让巴兹跟着他们一起回去 一起守护始祖 殊不知此时的巴兹已经泪流满面 随后他转过身对众人说道 始祖已经切断了和他的联系 他以为他是在帮忙 但事实证明他失败了 这边的哈里什假装启动了系统 实际上却偷偷地打开了广播按钮 很快他就成功地激怒了苛刻 而此时的西色三人也听到了声音 他们赶紧朝着控制室跑去 就在这时 始祖的愤怒也终于爆发 这直接引发了第四次震动 整个钻井平台都开始摇摇欲坠 很快凯特三人就冲进了控制室 就在西色对胖子破口大骂之际 控制室内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原来是救援直升机快要到了 苛刻第一个跑了上来 就在他看着天上的直升机一脸得意的时候 赫顿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恨不得直接杀了这个死胖子 但最终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因为只有把他带回去 才能为大家讨回公道 这边四人看到了无比神奇的一幕 无数个包子都聚集到了一起 罗斯想要上前传达善意 可他们却走开了 因为他已经给了他们太多次机会 显然现在事好已经为时已晚 很快无数个包子就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光圈 话音刚落 平台又开始了第五次震动 这次比以往都要严重 四人见状赶紧跑路 可是正要出来时 巴兹却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又不想离开了 他觉得他现在的生命是十足给他的 马格见他心意已决 便也不再劝阻 此时几乎所有船员都已经坐上了直升机 可西瑟却看着大海的方向呆立当场 他一脸惊恐 因为他看见一股巨浪正朝着他们这边汹涌而来 罗斯等人看到巨浪后也是一脸懵逼 因为巨浪已经席卷了C区平台 就在巨浪即将来袭之际 他们成功地登上了直升机 飞机刚起飞 巨浪就杀了过来 好险好险 就差二寸 那么巴兹是不是已经死了呢 就在海浪来袭前 他就已经走进了圆环之中 说不定巴兹会穿越到某个平行事空里 然后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虽然他们已经逃出升天 但灾难却并未结束 因为凯特发现巨浪正朝着岸边的方向狂奔而去 而他的妻子凯西也恰巧住在岸边 就在他感到无比绝望之时 柯克又说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柯克并未回答 这个答案恐怕要等到第二集才能知道 此时凯特已经心如死灰 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没过一会儿凯西这边就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他缓缓地走到门口 看见巨浪后他一动不动 心中想着 再见了 我的爱人 永别了 这全世界